剛剛到北市中山區這一名機車騎士呢 心機可疑 微停紅線上遭到遠景盤查了 但是他的態度很囂張 不但向遠景還動手推打 立刻遭到壓制了 但是後續男子是不停道歉 又變成啊 因為自己家人過世心情不好 要求網警察可以網看一面 頭戴安全帽的男子遭遠景攔查 一臉的不耐煩 語氣也很強 男子不僅不配合 還囂張要遠景罰單開重一點 最後甚至胡腳蠻纏辱罵遠景 遠景好言相勸還出言 關心男子 沒想到他絲毫不領情動手推打遠景 好像跟你講喔 你剛好罵我跟打我 這錢反正看我 玻璃市大人這下也怒了 立刻將男子壓制上銬 待反鎖偵辦 這名江信男子心機可疑的 騎在路上引起遠景的注意 遭到藍查 但是他卻惱受承怒 以為嗆遠景就可以不用受罰 殊不知是罪駕一等 事情發生在中山區一江街上 江信男子被遠景盯上後 又圍停在紅線 一查發現他還無照駕駛 立刻被禁止騎車再開兩張紅單 沒想到男子一氣之下就入罵 推打遠景 事後還變稱 因為家裡有人過世心情不好 不是故意的 遠景考量後不用妨害公務送辦 警衛設違法採取 不太妥當吧 如果照程序走啊 他如果有出手 就是就應該要不然這樣檢查 很可憐 郭文啊 有一點如果是違法 這個叫賭職 違法 賭職 妨礙公務 但手段上沒有達到強暴或脅迫 以及言語上羞辱遠景的情況 那依設違法規定 最重可處居留 以及一萬兩千元的罰還 男子誠心悔過不停道歉 遠景也決定放他一馬 不讓他留下前科 記者王文俊宇若維 台北採訪報導